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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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载生能源涉及很多领域 经常听经理说 太阳能够好,爆炸性的增长,预测很厉害 接着资源效益 有很多人会想少了 有些水资源已经暗暗,已经在行动 其他范畴有什么机会带给大家 其实这张图,我们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和留意 因为这就是我们希望退后一步 去看整个减碳带来的机遇 与其是比较单独、片面 我刚才说,香港投资真的很聪明 我想过这几年,已经留意个别的股票 只是做环保、太阳能、光伏、电动车 但当我们退后一步去看,整个宏观面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选择的层面很多 当有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 有得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的组合 这个图就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再生能源的办法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它是提供一个结淨能源的方案 所以无论它是做一个发电的太阳能、风力 甚至周边设备、电网、原材料 甚至提供太阳能或者风力发电的一些方案的公司 都是我们会涉猎的 同一时间就是电气化 我们说过电气化在电动车的领域当中 所以其实不是电动车製造商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要忘记,减碳就是控制温度 但是温室气体除了碳之外 还有一种成分叫甲丸 甲丸 甲丸就很厉害了 甲丸在哪个地方看到呢 就是在畜牧业当中 我们制养生畜 以及在农产品的生产的时候 都会提出或者释放大量的甲丸 这方面又是大家忽略了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要找一些叫代替肉 这个时候都说了 人造肉 或者是为什么牛肉要吃少一点 或者有时候英文有一个叫 beef is the new coal 就是牛肉就是新的煤炭 所以就要避开 就要找机会 也引用我们整个价值链就是说 如果是做人造肉的过程当中 那有没有什么烤素公司 或者是生物的公司 科技公司 它是提供一些味道 一些质量或者烤素的公司 是会做到这件事 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去向后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环顾到整个 就是结构性改变带来的机会 而我们也不用只是受惡 就是在一个板块里面 这对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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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